Roll V-Way 結束了快要一個星期了 這個星期大家是不是覺得空氣比較新鮮 早上起來也比較有精神呢 至少我是有這樣的感覺 Roll V-Way 在美國橫行了超過50年 美國透過了這個法律 殺死了6000萬個美國人 政府使用法律殺死6000萬人 並不是第一次 德國納粹屠殺了1700萬人 斯達林屠殺了2300萬的蘇聯人 中國的毛澤東屠殺了7300萬的中國人 這些人包括餓死的、打死、人體實驗各方面的 美國政府這50年屠殺了6300萬的美國人 一個接著一個 有系統的為了政治利益跟金錢 一個一個的殺死 只因為當時有9個變態的大法官 找到了一個方式可以扭曲憲法 或是使用什麼方法 找到了憲法上面不存在的那些行字 就只因為這個樣子 美國就全國合法了這個大屠殺計劃 而且把這個變態的思想傳播到了全世界 這6300萬人 如果今天存在的話 我們現在不知道美國會變成什麼樣子 會不會裡面有找到治療癌症的人 會不會裡面有很棒的領導、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生物學家 在那6300萬的屍體裡面 基本上可以保證絕對會有 美國在這50年內殺死了多少的創意人士、藝術家、創業家 就這個樣子還沒有辦法活出自己人生之前就已經被分屍了 放在垃圾袋裡面 丟到沒有人會在意的亂葬鋼 他們沒有辦法為自己辯護 沒有辦法為自己發生 他們就這樣子永遠消失了 這個答案我們永遠不會知道 因為Rovey Way屠殺了他們 奪取了他們的生命 他們的權利 他們的潛能 直到前幾天 美國聯邦停止了這個國家殺人機器 感謝耶穌 還有一直為推翻這個變態的機器 50年的民運人士 歷時有一天會回顧6月24號2022這一天 這是美國建國以來最偉大的一天 未來的人會回頭看這一天 沒有錯 各位 剛剛才經過了一個歷史性的一刻 看的方式 就像會看到我們解放黑奴一樣 看我們在二戰打敗希特勒的納粹 解放了納粹集中營一樣 我們的孩子會這樣看這一天 我是Edan 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灰色地帶 常常有很多時候 東西是分不清楚對錯的 生命好像是充滿妥協的 好人好像沒有那麼好 壞人好像也沒那麼壞 但是推翻Rovey Way 終結聯邦墮胎的判決不是 這個決定 這個判決是正義跟邪惡 有非常明確的對比 甚至可以說 沒有比這個再更鮮明的了 其中有一方 勵志要保護小孩不被屠殺 他們不斷的奮鬥 為了那些小孩 而且只為了那些小孩 我們這些支持生命的人 贏得這個判決 不會得到任何利益 不會得到任何好處 一切只是為了那些小孩的生命 我們是為了那些 沒辦法抵抗的人而抵抗 這個是左派最難了解的 因為左派做事情 永遠都是為了利益 為了金錢 他們不會為了任何對自己 沒有直接的利益的事務而戰 他們如果無法直接得到利益的話 他們就不會有任何動作 他們完全不懂我們在幹嘛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想一堆陰謀論 這些保守派就是想要控制女人的身體 他們想要重新把父權什麼什麼的 放在社會裡面 這些保守派一定有什麼陰謀在運行 但是我在這裡直接說 沒有 我們只是認真的認為 不可以殺小孩 不可以殺嬰兒 另一方 為了殺小孩而奮鬥 他們是為了自己而戰 為了他們的自私 無恥無能 為了維持他們的生活的舒適而戰 他們是壞人 歷史回顧的時候就會清楚的看到 他們就是一群自私的喪心病狂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左派 你這幾天過得很不爽 覺得很生氣 民主已死 你要知道一點就是 有一天 歷史會回頭來看你 然後你就是一個 想要為了自己而屠殺嬰兒的一個人 歷史會嘲笑你 貶低你 讓你無地自容 因為你就是應該被這個樣子看待 左派現在可能在街上發瘋 可能在街上遊行 燒這個燒那個打砸牆 隨便他們 讓那些左派的神經病 毀壞他們自己所在的大城市 就算他們毀掉美國的經濟 我還是感謝耶穌 還有感謝那些 一直為嬰兒的生命而奮鬥的人 而且我們成功的做到了正義的事情 我們推翻了邪惡的大屠殺 左派他們想要重新點火 讓美國可以跟2020的BLM當時一樣 再燒一次 但是這次有點不太可能 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對於殺嬰兒這麼執著 他們嘴巴上說是為了女人自由 但是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女人是什麼 所以我真的不太擔心 夏天是不是太無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合家歡樂又有意義的活動一起做呢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請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參加聖夏園遊會 在7月10號上午11點到下午4點 今年的主題是種夏之夢 想要幫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們的夢想 更重要的是他們造物組 創造他們時候的方向 讓人活得可以更有意義 更有目標 更豐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歡迎所有AI News的觀眾 吸加帶卷來參加 有豐盛的食物飲料 還有大人小孩都愛玩的各式各樣的活動 包括現場樂團演奏 還有抽獎活動 我在這裡真的是說不完 因為我當天也會在 因為那就是我的教會 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via California 91016 詳細請請歡迎到Impact的網站 www.loveimpact.net 來了解更多 謝謝大家